美国选手莱华挑战 在赛前对视环节 竟然疯狂嘲笑对手 更是在赛场上指着对手挑衅 扬言要暴揍KO 简直是狂妄至极 这个嚣张的美国选手 名叫查尔斯·本内特 在美国有着风马的绰号 经常在擂台上跳稀奇古怪的舞蹈 打架斗殴 盗窃抢劫 曾十多次被捕入狱 来华比赛更是对中国女性非常不尊重 这次迎战她的是来自中国的吕震宏 曾参加锐舞综合格斗 武林龙中队 昆仑爵等职业综合格斗赛事 打法灵活多变 而不失硬度 曾获得武林龙中队与量级金腰带 昆仑爵 MMA出量级金腰带 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比赛开始后 吕震宏率先一技高扫 打了对手一个量枪 紧接着乘胜追击 上去又是侧踹不料被截住 顺势低扫击与反击 随后追上去风马也是侧踹 对手则是扫踢击命中 将其击倒在地 然后又是左右摆拳击打 风马快速站起来 吕震宏见状直接顶膝进攻 在下位的风马 用手臂牢牢地夹住头部 随后寻找机会 将其带到了龙网边 风马健壮直接用脚踹龙网 迅速翻身 成功占据了上位优势 随着比赛的进行 吕震宏使出连续不断的重拳杂击 打得风马疯狂挣扎 紧接着吕震宏压上去牢牢地贴住 慢慢地转变身体的位置 看准时机就是走机进攻 风马则是做着无谓的挣扎 丝毫起不到任何作用 这时在吕震宏连续的重拳杂击下 美国风马被打得狼狈不堪 毫无还手之力 吕震宏调整身位 将风马牢牢压在身下 狠狠地爆砸 不料第一回合铃声响起 救了他一命 就在比赛第二回合 刚要开始的时候 风马竟然直接放弃了比赛 搞得吕震宏一脸猛逼 原来是双方的进攻中 吕震宏的铁腿 直接将风马的一根手指 硬生生地切断 导致其在首回合结束后剧痛男人 无法进行接下来的比赛 这次风马惨遭断手指教训后 这回知道了中国选手的厉害 怕是以后不敢这么嚣张了 为中国硬汉吕震宏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